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欣赏一颗我从小苗养到开花,然后又第二次复花的,这应该算是卡特兰吧 应该是卡特兰和这个树兰的杂交 你看这个卡特兰呢,它是有很长的花枝 然后呢,上边会开很多的小花 这种卡特兰呢,它因为是杂交品种和那种传统的卡特兰 比如说会开很大的一朵两朵那种很大的卡特兰的花是有区别的 有的人就比较喜欢那种很大朵的,漂亮的,就一朵两朵的这种卡特兰 我呢,倾向于比较喜欢这种花朵比较多的,开成一簇一簇的这种兰花 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壮观 这颗卡特兰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名字 它叫,它叫at volcano trick volcano queen 这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卡特兰 叫什么那个叫 嗯,植一颗和啊 有一颗叫tri que 噢,和 和这个普通的 прив lig battu 这个开特里亚杂交的啊 嗯,和这个可能有些树兰的品种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 我们首先看这个卡特兰 它这个颜色是那种很明显的这种 很漂亮的这种颜色的搭配 我们首先看这个小叶子 不是小叶子 这种小花瓣 你看中间是这种红色的 红色或是说紫红色 然后边上是这种一圈漂亮的这种黄色 给它环绕 然后这个鳄瓣呢 你看这个鳄瓣呢 上面是有这种有斑点的这种红色 也是有黄色的边来环绕 所以它这个小的 小的这个纯瓣 真的是搭配的特别漂亮 你看它这个小纯瓣 你看黄色的 然后有这种红色的这种火焰式的 真的是叫我可以像那个火山喷发的这种演讲 是的 我觉得第一次开花的时候 好像就开了两朵小花 然后去年呢 它就长得很大了 就开了有四朵花 我记得一个枝上有四朵花 这是它的开花的枝柱 你看从小到大 刚开始这个很小的 很小的小苗就这么大 然后呢 好像第一年是开了两个小花 然后这是第二年 这是它的花枝 去年好像开了四朵花吧 今年呢 你看它就明显的就长得 特别的 特别的古 这个甲林镜特别古 然后特别长 然后这个花枝呢 也是穿得比较高了 这次开了 我看有几朵花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朵花啊 再加上下边这个八朵花 就是下边这个花啊 也是特别奇怪啊 你看 这感觉是 你看有三个纯瓣啊 这一个纯瓣 这一个纯瓣 这个也是纯瓣 然后呢 这有好多的这个 很小的这个 这个是不是也是纯瓣 或者是花瓣啊 感觉有四个 四个纯瓣 五个纯瓣 然后其他的就三个 这个花瓣啊 估计这个有点 自己可能有点混乱了啊 你看这么多的 那小花长到一块了 所以长了一堆的纯瓣 这个很 很是有意思啊 卡特兰呢 在我这边的这个养护环境 因为不是特别的 适合它 所以我这里的养的卡特兰呢 很少有开花特别好 然后抗病力比较强的 我就发现呢 这一颗呢 它呢 真的是比较forgiving啊 就是不论是干啊 或湿啊 冷或热 它呢都会长得很好 你看 然后呢 开花是一年比一年的多啊 等那个 等到几年之后啊 如果它活得还好的话 那么开起来的花 就一簇一簇的 就是一堆这种花 开在一块啊 它是很漂亮的 它这个花呢 就是一个缺点 就是没有香味 但是它的颜值 还是比较高的啊 而且很多花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它比较容易养 我发现我养的兰花呢 大多是就是它自己 它自己就是抗病性啊 或是说 对环境的要求不高啊 所以 这种花呢 还是比较新手友好的 如果您是新手呢 可以睡一睡这种 开很多小花的这种兰花啊 它确实是 比较容易养的 嗯 好了 我就给大家 再欣赏一遍 这个美丽的 嗯 卡特兰吧 好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我